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 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祈元 坐在我旁边的是好朋友志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忙忙导读辩子报的共同作者 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11月我们会有一场精彩的活动讯息 在11月2号的晚上 我们会有一场举办了 结合投资趋势以及威士忌品颖的活动 现在还有几个最后最后的席次 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财经Podcast节目 史塔克实验室的家豪 家豪和我们分享一下 台股还有美股在2024年的未来展望 到底会是怎么发展呢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兴趣要对未来的趋势掌握的话 欢迎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早鸟的优惠期间 最后最后五席 刚才制作人说五席 点击节目资讯栏当中的活动连结 赶快来参加我们这场活动 对 好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导读一下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几则重点要文 首先就是我们看到了库克访问中国 他为什么去四川呢 然后一亿元的苹果大礼包 他可以换到什么好处呢 另外中国的报复行动开始出现了吗 就是他开始最近控制了关键的材料 就是石墨的出口 石墨的出口对于全世界 特别是对于欧美正在推的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他会有怎样的潜质效果呢 另外呢 人生什么时候做的理财投资的决策 会是比较正确 比较容易赚到钱的呢 是33岁 43岁还是53岁呢 你觉得会是几岁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关于台积电的消息 台积电在法说会当中提出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景气的大反弹呢 可能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最坏最坏的情况 大概也已经非常接近了 这是不是代表股价触底反弹的机会 已经出现了呢 另外要跟大家深谈一下 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可能平常比较没有感觉的 中国的北斗卫星 北斗卫星 它是不是已经超越了我们现行的 这个GPS系统的效能了 那在太空这个战略市场呢 美国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黄金标准的定位 让俄罗斯跟中国迎头赶上了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苹果 就库克最近访问中国 而且是一个无预警的一个行程 那在这个行程当中 我们注意到的是 其实库克走的地方 平常不是一般的大西野CEO会走的 他去了四川 然后呢 他提出了一些慈善用途的这个捐款 他怎么突然做这样子的事情呢 那这是最特别的 我看到这个坊间的新闻都是写说 因为iPhone15卖不好啊 所以这个库克要去中国 要去稳市场啊 难以想象 就没有道理啊 就是你想想没有道理 大家看一下库克的行程 他从四川开始 四川开始 四川虽然是一个这个 一亿人口以上的大省 可是呢 这个照理说市场 iPhone市场最重要 应该还在沿海嘛 那你怎么会从四川呢 如果说你是为了要闻iPhone15的话 你应该像今年四月一样啊 然后去 去他的店头啊 然后提振一下试气 金通路嘛 所以这一次绝对不是大家讲的 就是说 iPhone15 啊 卖不好 所以库克要到中国 然后去提振一下 不是哦 他其实是去看供应链的 那供应链呢 当然是苹果另外一个 后面很重要的命脉嘛 那这一次呢 iPhone15呢 又给中国更大的订单 特别是这个 在中国新串起的力讯精密嘛 大家知道力讯呢 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呢 就是简单的做嘛 比如说iPhoneSE系列啊 然后那种小的 大家知道那个 这个萤幕很小的 要初接的 初接版嘛 一万多块的那种初接 可是这一次呢 力讯精密的老板 王来春 自己在 这个澎湃新闻上说 他们已经接到了 三款不同的iPhone15的单子 还可以这样爆料的 大家知道iPhone15 这一次只推出四款而已嘛 就iPhone15 iPhone15 Plus 然后iPhone15 Pro 跟Pro Max 就四款嘛 那如果说以力讯来看的话 如果说iPhone最高的 iPhone15最高的成绩 Pro Max 他不做的话 那就是其他三个 那其他三个的话 这个就对于iPhone15 整个出货 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啊 所以他去四川 大家知道四川是 也是富士康很重要的基地嘛 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中国大限电了 四川 我们好像有讲过 对 四川又没水 四川靠很多水利 所以那时候四川 其实他的限电的压力 其实蛮大的 特别是富士康的 这个 所在地 成都 那这一次呢 富士康名字没有被提出来 力讯真的被提出来了 可见呢 这个改朝换代的 这个状况还蛮清楚的 力讯可能以后会 承担更多iPhone15的 这个责任 所以说 库克才要到四川去 另外到四川一个理由 就是送大礼包嘛 大概送了一亿台币啊 大概两千五百万的人民币 然后给这个四川当地的 社福机构 然后希望能够 对于这个贫富不均 城乡差距做一点努力啦 那这个是苹果一定 要做的嘛 你既然在四川 要这个扎盈利债 你在对当地的 这个社区就要投入嘛 那这个苹果又在ESG上面 非常强调 它是压迫它的供应链 自己也要多做一点 一亿对于苹果来讲是小钱啦 不过对于四川的 一些偏向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 当然是一个益柱啦 不过多少钱能够真的到 到需要的人手上不知道 那可是这个 这个从库克行程 大家就看到 其实重点还是 它应该不是 新闻上所讲的 iPhone 15卖不好 所以它去压阵 应该不是这样 供应链我觉得 还是最重要的因素啦 是 好 那既然谈过了库克之后呢 其实中国最近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开始 限制石墨的出口 这个石墨的出口 为什么跟电动车的电池 是有关系的呢 为了这个新闻 我们特别去查了一下 这个华尔街日报有说 其实这一次 中国的反制行动 是要限制研控石墨的出口 那石墨呢 很简单就是碳嘛 碳其实存化过后的石墨 然后石墨运用层次 因为非常广 那现在因为电动车 跟电动电池盛行 所以石墨的角色 就更重要 用量大了 特别是 石墨里面一个 叫做球形石墨 的特别的这个材料 那这个呢 用在电池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材料 那它呢 98%是来自于中国的生产 所以说中国 在纯化碳这个方面 然后变成石墨的产品 其实在全球的地位 是现在算是垄断的状况 那另外还有两种石墨 其实也是放在这一次的 这个出口盐控的清单里面 一个就是 零片石墨跟合成石墨 这两个呢 供应量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二 这三个加起来 其实大家就可以知道 中国的地位 其实是蛮厉害的 控制力比较大 因为小弟不是学科学的 我也是文族的 所以你看我基本上 这段都完全没讲 对我们文科生 不过我们去查了一下 资料大概是这样 除了华尔街日报 这一篇其实蛮详细的 这一篇其实 把这个材料的地位 然后现在中国垄断状况 其实写得蛮清楚的 那也引述了 大概分析师的这个说法 因为他是以商业 或是产业的立场来说 他说其实中国在全球石墨市场 其实话语权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 这个中国一刀切的话 把石墨切一刀的话 不让它出口的话 这个现在欧美仅有的一些电子厂 比如说LG Chemical 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或是Panasonic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 我觉得这个力道不会很强呢 因为现在最大电子厂是中国人 对吧 比亚迪跟宁德斯坦 对啊 比亚迪跟宁德斯坦 占了五成以上的这个汽车用电池 那所以说其实他虽然 他的垄断性很强 不过呢 大部分的这个汽车电池 都是中国生产的 所以他能怎么样 他能难道把宁德斯坦 不让他出口吗 他只能限制关键性材料 不能限制电池的成品 所以这个对于特定的 这个公司或企业可能有影响 可是对于整体的产业 我觉得影响不是这么大了 不过这个还是中国反制的手段 所以值得 还是值得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石墨的用途 除了车用电池之外 其实他还影响的层面还蛮大的 所以说这个算是中国就是 总不能一天到晚被美国压制打 总要还手一下 石墨就是他的武器 对了 是 看起来这个争端应该 理论上是不会变太大才对 对了 好像不会变太大 对 那后面一个消息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华尔街日报有的时候 会介绍一些 跟个人财务比较有关系的一些文章 对 那这次这个文章就是讲说 在人几岁的时候 通常你做出来的这个决策 是比较理智有效的 一个年纪 不只是决策 是赚钱的决策 好吗 对 是理财的决策 你哪时候老师 你的钱商最高了 讲白话文就是这样 所以他给大家选项 大概你觉得33 43 还是53 你觉得 这我觉得都差不多啊 你有心向学的话 你家是答案 正确答案是53 有点老 有点老 你这个说法就不对了 这个理论具体实践的 谁在他把这个理论实践的最好 是 是巴菲特 巴爷爷 你知道巴菲特讲过一个名言 他说他99%的财富 是在50岁之后才累积的 所以在巴菲特身上 这个理论超perfect 所以大家要 perfect fit 活朽一点 他就是实践这个理论 虽然这个理论是新的研究 因为如果你60岁就挂了 这个没什么用 所以你还是要活久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平均余命 就80几岁 所以你老实讲 你还有30年的赚钱时间 那如果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他其实因为他说 累积金钱 他其实不是靠天才 他其实是靠一些生活经验 当你活到53岁的时候呢 对于支出啊 这个储蓄啊 或是金钱啊 他的所谓理性年龄 到达最成熟的状况 他还有把它分哦 你很多理财 不同理财行为嘛 你会做什么 信用卡嘛 你会这个 会不会用信用卡借钱啊 会嘛 你会有汽车贷款嘛 你还会有这个房贷嘛 你还会有一些这个 二胎嘛 或是你可能是中小企业主 那做这些决策的时候 通通都是偏向说 大概你到50岁以上的时候 你会做出来的决策 最不容易让自己反悔 第二个就是赚钱的机会最大 也就是钱商呢 在53岁的时候 大概是达到巅峰啊 那他里面有讲到非常多的例子 那我自己是觉得 我看完之后觉得 当然是你的外在经验啊 对于这个事事的了解啊 当然是50岁的时候 比较成熟啦 我觉得另外一个 这个文章媒体 我自己的体会是 50岁之后啊 像我啊 就会对自己比较了解 你其实怎么样赚钱 第一个的面对敌人是你自己啊 你对自己越了解 你赚钱机会越大 那50岁之后呢 对自己的了解的程度啊 应该是比43岁 跟33岁说高 虽然不会不一定绝对高 不过相对的高 所以如果你把一个人的年龄 分布切开来看的时候呢 确实是50岁以后 感觉对于理财这条路 你对自己的认识 包括你对外在事物的认识 都会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况 那可能你到70岁60岁 65岁退休的时候或70岁 你跟社会就会有点脱节了 所以说那时候 除非你是巴菲特啦 那时候你变有钱了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钱商 去投资别人 这时候呢 你的财富就会往上累积 不过通常来说53岁 大概是大家钱商 金钱的智商最好的时候 那这个理论呢 其实可以给大家参考了 感觉巴菲特是具体有实践啦 对那不要以为说 好像太老了 我也要修正一下我的说法 对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台积电好了 好台积电的股价 当然前两天是又大跌了 但是台积电的说法 在法说会上听起来 比大家想的稍微乐观一点 对 其实他第四季营收 当然是因为台币贬值的关系嘛 大家知道台积电 为什么台币一贬值 他的营收就会好看呢 因为他是收美金的 也就是说就算是联发科 跟台积电买金片 金元片 然后拿来切割 你也必须付台积电美金 即使我们也是同样是台湾公司 所以说呢 以美金计价 因为我们台积电的财报 我们看都换算成台币嘛 你只要经过这个一计算 那就这个立马 它就会膨胀 所以这个一定会发生 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 收的钱都是用美金计价 那反之就是说 如果贬值的时候 这个美金贬值的时候 当然他收的美金 换算成台币 就会比较缩水 那可是大家为什么 为这个我们的CC为呢 魏总裁为什么敢说 库存见底的 因为我们以他第四季的 outlook来看的话 展望来看 他觉得会计真11个percent 对于这个营收来说 可是大家还记得吗 去年此时 不是去年此时 就是大家记得 这个三季前的台积电公告 第四季 2020年第四季营收的话 他计真还是计减 他是计减了1.5个percent 照理说第四季 第三季应该是 特别第三季 末应该是高峰 因为出货 你的晶片都已经出了 第四季照理说 应该是会稍微掉一点 这是正常的 像去年的状况 可是你看到他的outlook 他的这个展望 其实第四季会比第三季 计真11个percent 我觉得这个就是 跟以前不一样状况 所以这个outlook 起来有致 就是看到第四季的状况 不会比第三季 他甚至有成长 这个就是说 可能有触底反弹 可能现在之前的 这个库存清得不错了 那大家另外还关心 比如说 3奈米的贡献 因为这是 未来的经济母 现在觉得 是大概4到6 大概5个percent左右 今年 那可能之后 就会往上走了 不过我们以这个3奈米 5奈米 7奈米来看 就是高阶制程 它已经超过了快6成了 接近6成 所以这个是台积电 重要的护城河 没有人好像可以 可以把它把破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台积电的状况 其实比大家想的好一点 特别是我看到他 值得乐观 对 也有讲说到海外状况 说美国亚利三纳的这个厂 好像派一千多个 美国员工在那边 然后比较上轨道了 另外日本厂 本来是要做 28或27奈米 现在往前扩展了 到26奈米 感觉德国也是这样子 当然德国也是 这样的这个技术 制程的配置 那2027年 德国也会开始生产 那感觉就是 一切好像比较回到轨道 那如果景气真的就落底 然后库存 但是消化差不多的话 以这个台积电 现在的护城河 特别是他有提到 先进风放COWAS的部分 这个是另外一个 在风车上面的护城河 除了半导体制造 制程以外 我觉得以这样来看的话 台积电如果说需求 一起来的话 他确实他的营收跟获利 应该会持续往上走 虽然这个发售会之后 还是有点修正 不过修正幅度不是很大 大家信心还不太 对了 我觉得现在信心 大家还不够了 不是基本面问题 我觉得一些筹码 一些政经环境 外在环境 其实有一些干扰 不过对于长线来讲 干扰不是就是机会吗 是 那后面我们想谈一下 这个中国的北斗卫星 这个话题说实话 它比较偏向军事 然后它会让人联想到 就整个它的 因为卫星 GPS 它相关的图资 就跟军事的格局 跟战略规划等等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当然那带有军事的目的 但是我们在探讨 这件事情的同时 就是说 中国北斗卫星 到底它的能耐 是达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为什么我们说 原来拥有这个 黄金标准的是美国 对 那中国跟俄罗斯 它迎头赶上 是凭什么迎头赶上 因为很简单 虽然我们说 卫星以前都是军事的用途 不过现在大家身上 都有这个卫星的足迹 你的手机 GPS定位 你的马拉松的表 有GPS定位 这些都是GPS 本来就是美国去掌握的 这个民间使用的 卫星的服务 那它一直是世界的 这个核心 或是这个卫星的霸权 那后来呢 中国觉得 自己要开发 北斗卫星系统 然后它也开始做 那刚才做很烂 然后这卫星接受性 很笨重 就是以前简单的区域 网络用户也很少 它2000年 其实第一次 发射两颗 然后第一次 就是满山起步 可是到2020年的时候 它已经有46颗卫星 覆盖了整个地球 然后比美国宣称的 31颗GPS卫星还多了 这个就对于 美国造成了一个威胁 而且我这边看到文章说 它有30个高精度的 监测站支持 可是我不知道说 监测站到底是 对于卫星的精确度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不过我看到 华尔街日报文章 它是说 它说用户可以精确 到几厘米以内的位置 就是你的误差 像GPS我们大概讲说 大概10公尺 20公尺 差不多了 可是它可以到 这个几厘米 几厘米是进步几百倍的意思 对啊 就是到一公尺以内 我觉得很厉害 这个非常的厉害 如果说北斗卫星 真如华尔街日报这样讲的话 它确实对我们常用GPS 在技术上会造成一些威胁 不过呢 科技运用呢 从来就不是只是技术 可以决定的嘛 那GPS呢 其实它最大就是应用层面啊 你越多人运用 它这个影响力越大嘛 那如果北斗卫星 都锁在中国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用 另外一个卫星的议题 会被大家谈起来在最近 是因为这个华为的MAT60 Pro嘛 对 它说可以支持卫星通讯嘛 不过这卫星跟北斗不一样 它是天通一号 天通一号比北斗更高一点 它全球只有三颗卫星而已 所以它的功耗需要比较大 所以说其实你终端产品 电量会用的比较多 所以对于平常使用 其实没有那么好用啊 你如果说 哇让你跑马拉松的时候 跑到一半你的电就没了 那这种应用有什么用啊 GPS不会这样啊 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 虽然它就是单向 我们很难说 我要跟卫星沟通不行嘛 我只是卫星定位你的位置嘛 对 它这个是单向的沟通 不过单向沟通 对于现在应用已经够了 那当然应用就必须要想到终端使用者的状况 那我不能耗电量很高啊 像这个MAT60 Pro 如果说就算你很厉害 可是万一你在荒郊野外 很快就没电的话 其实你的这个搜救功用 其实也不会这么积极啊 那所以说 我觉得对于GPS 刚刚齐员讲的就是 以前从卫星从军事 然后这个散布到民间之后 它其实应用的层面会更重要 可是在技术上 我们看到北斗卫星确实 它感觉 这个后来居上 绝对有GPS 取代GPS的这个态势 不过呢 就应用层面来讲 中国就算有14亿人口 它如果不向外溢散的话 其实它就是14亿人用而已 那全球80亿人 在用GPS 也没有80亿 就是其他的 14亿之外的人口 都用GPS的话 你北斗卫星的影响力 就不会这么大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 看这则新闻的时候 虽然科技上面 它确实是长逐进步 不过 这更重要的是应用层面 如果应用层面 北斗卫星 中国能够把大门打开 然后不要开后门 不要偷大家资料 让北斗卫星 真的变成一个正直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服务的话 我相信北斗卫星的影响力 会更大啦 是 感谢大家的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 十周一华尔街节目 下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 我们会再继续在这里 为大家导读 华尔街的重点药文 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最新消息的话呢 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 当中的连结 订阅我们发送的 免费电子报 每周会有三封 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